好危險的畫面帶您看看 台南有機車族 他們違規闖上86快速道路 擔心被警察抓 還用口罩遮蓋車牌 囂張行徑依舊被逮 10人都是青少年 其中有7個人他們無照駕駛 他們說超捷徑不用等紅燈比較快 才會騎上快速道路 警方也不客氣 一口氣開出了37張發彈 車隊出沒成群結隊 騎士夜衝跟著指標 就往86快速道路的方向騎上去 但10台全是普通機車 把快速道路當平面道路 耍帥挑戰被警方盯上 料監視器移車追人 還發現這群人很囂張 一下砸到就集體脫口罩 不戴臉上而是拿來遮車牌 有10輛機車違規行駛 其中有7名是無照駕駛少年 原來10個人都是青少年 約好夜遊 說是有人提議 其快速道路不用停等紅燈比遭快 超捷徑自知違規就用口罩遮車牌 以為這樣警方抓不到 殊不知太天真 無照駕駛 闖紅燈 普通機車行駛 快速道路 耗牌車幣等交通違規 事實 自單舉發 集體違規 加上下了平面 涉嫌按喇叭 闖紅燈 警方一口氣開出37張罰單 10個人光罰環 就要繳超過13萬 恐怕被父母親罵到臭頭 另外在屏東 警方也抓到33台車 在185甲線競速 享受飆速快感 卻吵得住戶不能睡 同樣被警方揪出來 一個也跑不了 記者綜合報導